大家好,歡迎收看我的賽馬頻道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可以like我、subscribe我 或者share我的影片出去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這隻馬 就是昨天的快會谷第一場 跑過的美麗歡聲高東 這隻馬本身是法國的自購馬 之前在法國第一次初出 跑1400,就贏第一名 之後跑二級賽兩歲的千六 也跑第一名 再進取一點,跑三歲打給預賽錦標 跑第四名 最後,來香港之前是跑一級賽 愛爾蘭二千堅尼,三歲的千六米 跑爆尾,之後就買回來 一來到香港,一來插班就二班 現在減一下減一下分,去到四班 其實昨天那場,看賠率是去馬 可惜昨天什麼不幸的遭遇都遇到 馬最後到直路 我不說會贏不贏到 怎樣的 pace都應該有 但因為這麼不幸 所以跑得緊頸性 我們不如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這麼不幸吧 十二浪,艾德蘭一出集 其實是難跑的 他就想要賣籃 當然想找位置放的 沒有 第三碟 沒得放的 沿途第三碟 只有這隻第三碟 其實他一出集順著 這樣就想賣籃 沒有 現在沿途第三碟 這樣也不要緊的 其實 我們等一下會看最後直路 是沒有影響到他衝刺的 只不過他真的是 沒有位置 真的很誇張 大家如果昨天有看到就知道 真是 沒話可說 如果昨晚就買到這隻馬 真的一喝眼淚 現在沿途第三碟 其實都OK的 沒有搶口 沒有說成 其實這馬也很順 但沿途 其實很慢補速 其實這場也很慢補速 不利 沿途也不利 大家可以看看他 其實沿途第三碟 轉彎 鎖醒 還是押外擋 不要再蓋上去 我不知道他隻馬的內閃 還是怎樣 沒有可能會沒有位置 塞車 就繼續在外擋衝 首先這隻馬撞一撞一撞 他就靠過去 其實這裏要上去 立場一打 隻馬是需要 pick up 突然間三隻馬撞在一起 最後完全緊張之下 沒有跑過 按住這樣過 大家可以再看 我覺得這隻馬 今季怎麼都應該有頭馬見完 真的很不幸 昨天 買到PACE 一殼眼淚 這樣的遭遇都有 沒理由 這個沿途第三碟 入到直路 其實都是一條看妝大 誰知他又撞一撞 然後他又撞過去 其他馬又在附近 四隻馬 夾在一起 你看看他怎麼發揮 所以我怎麼都覺得 這隻馬今季 怎麼都會有頭馬見面 我還是猜一下 當欣賞的角度這樣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什麼留言 大家可以留在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